台东被南西过去因为河床陋露 而这季风扬起的风吹沙 吹进了台东市影响民众的生活 水利鼠最近引进了水覆盖工法 以梯田式工法拦住河水覆盖西床 降低被风吹起的沙尘 不过呢最近靠近了这个利吉大桥的河床上 原本方方正正的蓝水梯田 突然出现了爱心涂样 让路过的民众忍不住多看两眼 河床上突然多了两个爱心 路过桥上的驾驶忍不住会多看两眼 台东北南西河床上除了方方正正 梯田式水覆盖工法外 似乎又多了一点趣味 那是突发奇想 我都做个造型这样而已 对啊 对啊 后续没有想到在做什么爱心 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图案 还没有想到 还是有什么建议我们可以自由发挥 大大的爱心出现在北南溪底真的非常吸睛 由于过去北南溪河床裸露 东北季风刮起溪底的风飞沙 直接吹进台东市区影响市民生活 最近十年台东县府跟水利署合作 在溪床上用梯田的方式拦住溪水覆盖河床 抑制风飞沙 没想到承包商灵机一栋 溪底就出现好几个大爱心 只要工程有大概咸语之时 我们就会请他们做一些比较特别的 其实早之前也有做过 只是大家都没发现 北南溪底出现爱心 画面上传网络后果然引发热烈讨论 过去十年大多数台东人都不知道 就是梯田市水覆盖工法 直接抑制北南溪的风飞沙 提升台东市空气品质 直到溪底出现两颗爱心 台东市民才慢慢了解 原来都是这一群 常年在溪底工作的无名英雄 无论寒暑所立下的汉马功劳 记者李明德 台东报道